大家好,我是焦东小王 今天给大家讲一下 空调 制冷制热的原理 现在我正好有一个外机啊 叫我拆开了 有很多人不明白这个四通法 是怎么进行转换的 进行制冷制热的啊 大家都知道四通法转换 但是它制冷剂是怎么循环的 我今天给大家讲一下 有很多网友也不明白 在发私信问我是怎么回事 大家看看啊 这个就是压缩机 压缩机工作的时候 把制冷剂从高压管打出来 打出来以后 可以看到连着管可以看到 直接是到四通法的 所以在这里我跟大家说一下 空调上所谓的高压管和低压管 就这就从压缩机出来到这就这是高压管啊 然后低压管就是 从四通法 从四通法连着 储液罐到压缩机 这个叫低压管 其他的管路包括细管和粗管 它都不叫高压管或者低压管 意味着什么 四通法一换向的话 如果空调是制冷的话 这个锡管 这个锡管这个地方就属于高压进空调 然后 这个低压回来 如果四通法一转换变成制热的话呀 这个锡管就变成低压回气 然后这个粗管是高压 进空调的 大家知道空调加幅 为什么不能打制热 就是因为打制热的时候 这个地方是高压 你加不进去的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我听很多网友说 有一次我讲空调 说蒸发器爆炸 他说外边这个晒热片是冷凝 冷凝器不是蒸发器 这种说法就是 对空调还是没有完全了解 这个 散热器啊 它也叫蒸发器 也叫冷凝器 它怎么叫是看四通法怎么转换 如果是制冷的状态 这个 是晒热的 因为是高温嘛 晒热 这个时候它就叫冷凝器 然后室内机的片就叫蒸发器 如果是制热的状态啊 这个就叫蒸发器了 因为制冷剂先到这个片里边 进行喷发 然后吸收热量 这个片是制冷的 然后室内机的 室内机的片 就是冷凝器了 说白了就是散热的 它就是反的了 所以空调上除非是单冷的空调 或者是冷库 单冷的 冷暖的 它这个片 它跟冰箱不一样 冰箱也是单冷的嘛 冷暖的话 这个片 你不用说它就是蒸发器 它就是 冷凝器 它是什么 是靠这个私通法 转换的 这点 大家一定要明白 这个问题也是 我根据有网友私信我 问我 所以我拍这期视频 跟大家说明一下 真正的高压管 就是从压缩机到私通法 这一块是高压啊 好了 本期视频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 喜欢的朋友请点击关注转发 咱们下期再见